接下来再来看核心靠点 关于经营所得应拿税额的计算 首先经营所得它出题的话 它肯定不会说这个计算问答题 一道题都是经营所得不会的 那一般情况下呢 经营所得它更容易出一些扣除项目 或者是征收管理的一些规定 给你出现在单选或多选题里面 那当然也不排除 它计算问答题里面 中间其中某一问涉及到经营所得应拿税额的计算 这是初题的两个方向 那总体来说那经营所得其实不难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适用的税率表应该是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表 考试的时候会给出来不用去背 好吧 来计算公式 用应拿税所得额去找这个表去 应拿税所得额的计算 跟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思路又非常像 所以在学扣除项目的时候 注意跟起税做一个对比就可以了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说的 第二个还是经营所得 它强调的是跟生产经营有关的这些收入 你走经营所得 无关的那些 你就按照各自的项目来进行征税了 你比如说对外投资分回来的利息股息红利 那你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来征税 还有个体工商户与解联营分择的利润 也是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来征税 了解就行 来接下来再来说扣除项目这里都非常重要 第一个呢是取得综合所得的个人 取得经营所得的个人 如果没有综合所得的话 那他也要吃喝拉税 那他呢 只能够从经营所得中减除六万块钱 减除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 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是可以扣的 这个是我们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 但同时呢 你去看我们2022年 个税汇算金角的具体的规定 他告诉你 如果说这个个人 我既有综合所得又有经营所得 这六万块钱也能扣 到底在哪扣呢 自己选 总之你自己选一处扣就行了 你别重复的进行构除 所以说这就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出现了 经营所得的计算题目 并且提杆中 明确说没有综合所得 那你别忘记 减着六万块钱 这六万你别忘记 好如果说提杆中呢 他既有综合所得 那又有经营所得 一定会告诉你 这六万在哪扣 你就去认真读题就可以 好吧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规定 好第二个说下列支出不得扣除 这些不得扣除的支出 你应该非常熟悉了 强调一点 你看 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不能扣 这个是跟生产监用没有关系的 指的是专门用于个人和家庭的不能扣 好 但是如果你是兼用的话呢 就是混用的这种情况 混用能不能扣 要分情形 如果是个体工商户混用 好 这种情况下 百分之四十可以扣 剩下的百分之六十不能扣 那如果是个人独资企业的话 是一分都不能扣的 考试的时候一定要看 有没有出现混用的字眼 没有出现混用 人家就说专门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或者没有专门两个字 就说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那是不能扣除的 注意这个细节 考过不止一次 好 来接下来 这里我们说完了 接下来各个扣除项目的一个扣除标准 重点做提示 剩下的自己看 首先业主本人的工资是不能扣的 那除了工资之外 剩下的人工成本的项目 如果在算的时候 这个限额呢 是以业主本人工资为积税积数的 那我们在算的时候呢 就要以上年设评工资的三倍 为业主本人的工资 为积税积数了 然后再乘以对应的比例 来进行限额扣除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 好 第二点 对于职工交易经费来说 跟企业所得税规定不一样 在个税这 它的扣除比例是2.5% 但是在企税那里是8% 好 优账贷费 广学费 没有什么特殊的研发设备 注意一下 10万块钱 好 公益性捐赠支出 我们放到公益性捐赠的 后面 具体的再来详细的学习 它跟企税也是不一样的 好 再来看企业 个体工商户 它的一个优惠政策 如果万一万一 考到了个体工商户 经营所得 应答税额的计算 那你必须得往这个 优惠政策上去靠去 因为这个优惠政策 它最合适跟这个经营所得 去结合出题了 就是年 应答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的部分减半征收 仅仅适用于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自企业是用吗 不适用 合格企业呢 也不适用 好 另外个体工商户 不管你是查账 还是说去核定征收 都可以适用 这也是很特殊的 一般情况下 核定征收呢 不能享受优惠政策 但是个体工商户 核定征收 是可以享受 不超过100万的 这部分减半征收的优惠的 这个比较重要 好 你听到这儿 你说题目不会做 对不对 没事 一会我们有题在练习啊 别着急 来下面 有限令行星之一的 应该核定征收 个人所得税 那要么是 应设账 没设账 要么是设的账 虽然设了 但是这个数据不准确 对吧 或者是 也设了也准确 但是你不报账 那么就要来核定了 注意一个细节 你没有按规定 办理纳税申报的话 一定是经过责令 限期申报 与其仍不申报 才要核定 中间这个责令 申报 这个动作一定要有 文字性选择 提 留意啊 好 来 再注意 核定征收这里 如果说 你是持有 股票股权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等权益性投资的话 就是你有对外投资 而你本身呢 又是个人独资企业 又是合伙企业 好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能核定了 只要你有一笔投资 而且你是个独企业 或者是合伙企业 那么你一律采取 查账征收的方式 来征收个人所得税 这个规定 注意一下 好 那么我们错题 来练习一下 问你 下面哪些允许税钱扣出 A 家庭用的支出 不能扣 对不对 B 发生的财产转让损失 这没问题 C 已经预缴的 个人所得税税款 这是个体工商户 业主本人 业主本人 他的工资都不能扣 他的个人所得税税款 能扣吗 不能扣 D 赞助款 非广告性质的 不能扣 好 再来看 出现了计算吧 一旦出现了 经营所得的计算 一定要注意两点 第一个 你先去找 这是不是一个 个体工商户 第二个 如果是个体工商户的话 一定要记得 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 减半征收的税税优惠 来看这个题 这个包子铺 是一个个体工商户 然后经营所得是120万 然后问你 应该缴拿多少税 那我应该是 不超过100万的部分减半 对不对 那你这100万 你去找 五级的超额累金税率表去 那你算一下 他应该减多少 你这100万应该交多少 你找一下表格 看一下 应该使用的税率是 35% 速算扣除 数是65500 来 100万 乘以0.35 减去65500 然后这个是284500 再乘一个0.5 应该是114 这个是不超过100万的部分 总共应该缴拿的 对吧 他不是应该减半吗 所以减半的 你再乘以50%就行了呀 这个算出来是142250 这个是减的这部分 好 人家问你应缴拿 那你是不是应该用这120万 总共应缴拿的税款 再减去 142250就行了 对吧 总共应缴拿多少 注意 这又有坑了 你应该用 直接用这120万 去找五级的税率表吗 不能够 为啥 看呀 没有综合所得 没有综合所得 在提醒你啥 你别忘记 基本减出费用6万 我可以拿到经营所得中来扣了 对吧 所以这儿 你得减去一个6万块钱 你再来去招标 好 你减完6万之后 这个肯定 适用的还是最高档的税率 看看是多少钱 114万 应该是333500 对吧 然后你减一下 192500 好 那这道题选出来了 就是B选项 选出来了 会算了吧 会算了 就考试的时候 看见经营所得 这儿 我再强调一下 第一个 你去判断 他是不是个体工商户 好 如果是个体工商户的话 你别忘记 这个应难税所得额 有减半的规定 然后第二个呢 再补充一下 再补充一下 第二个 别忘记 基本减除费用 还有 专项附加扣除 是不是可以放到 经营所得中 来进行扣除啊 对 别忘记 基本减除费用 我这直接写6万 好吗 代指了 别忘记 这6万块钱 一年的一个扣除 这两个 一个都不能忘 好 那这道题 我们就做完了啊 再来看核心考点7 分类所得 应答税额的计算 你注意啊 这个我们现在呢 在讲好题的时候 分类所得 基本的计算公式 我们要跟后面的 重要的税收优惠 结合起来了 计算题 让你算的时候 它也是会结合 税收优惠让你算 所以现在咱们练的时候啊 重要的税收优惠 你看我都给你总结到右面了吗 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算的时候 要考虑到这些税收优惠啊 好 那接下来 还是先来说它的税率 一般情况下呢 对于这四个分类所得来说 都是20%的税率 但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 就是对于个人出租住房 财产租赁所得的 个人出租住房是10% 如果个人出租非住房 那就是20% 除此之外 剩下的三个都是20% 好 这个是税率这块 现在我们就说完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这每一个所得类型 需要大家注意的点 好 首先第一个是财产租链所得 租链所得在算的时候呢 分两种情况 我们要看一下 你的月收入 是不是超过4000了 如果月收入没超过4000 这个月收入是每个月的租金收入 是没有扣除任何费用之前的这个数啊 就是纯纯的月租金去跟4000比较 月收入如果不超过4000的话 是扣800 月收入超过4000的话 扣的是20% 注意这两个公式是不一样的 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先看月租金有没有超过4000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算的时候呢 是以每个月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然后扣的时候 扣除项目这儿 修缮费用在扣的时候 每次扣除以800为限 扣除不完的 截转以后来进行扣除 好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计算的时候的两点 看到这儿又出现了跟4000比较的情形 对吧 那我们总结一下呗 在我们个税里面 跟4000比较 出现在了哪几处 跟4000比较 上次呢 还是出现在 老搞特这三项 预扣预缴的时候 对吧 对于 老务报酬所得 搞酬所得 特许权 使用费所得 在预扣预缴的时候 确定费用扣除的时候 我们要跟4000比较 也是 收入不超过4000扣800 超过4000扣20% 扣收入的20% 这是老搞特 预扣预缴的时候 要设计跟4000比较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现在学的 在财产租赁所得 确定应拿税 所得额的时候 要跟4000比较 这就是两处和 4000比较的情形 你可以总结一下啊 好 他这儿我们就说完了 来接下来第二个 财产转让所得 个税这算财产转让的时候 你都记住 就是用卖的价格 减去这个东西 你买的时候的原值 再减去 卖出过程中 所发生的合理费用 最后 算出来的这个净值 作为财产转让的 所得 是可以减去原值 和合理费用的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然后第二个呢 是如果说 转让的是债券 或者是债权 因为它很可能是 翻批购入的 每次买的时候呢 这个价格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卖的时候 我们在确认财产原值的时候 用的是 加权平均法 一定是加权平均法 好 接下来第二个 财产拍卖这儿 财产拍卖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 确定这个原值 我们统一按照收入的 3%来算个税 直接就是收入乘以3% 算出来的 这就是个税 好 如果说拍卖的是海外回流文物 你用收入乘以2%来算 这是在计算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这两点 另外我们说了 要考虑税收优惠 对吧 很重要的税收优惠 总结上了 你看第一个 个人转让满五为一住房 是免税的 房子这块 如果是满五为一免税 好 第二个 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 免税 一定强调的是 上市公司的股票免税 如果转让的是 非上市公司股权 你要正常来征税 好 第三个 如果是新三板公司的话 新三板公司 你要分成原始股和非原始股 如果转让的是 非原始股是免的 如果转让的是原始股 那就是征税 原始股就是挂牌之前 我们原来的 最老的那一波投资人 手里拿的这个股票 所以原始股 它是要征税的 非原始股是免税的 然后第四个 需要注意 个人进行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话 也是有五年 递严纳税的一个税收优惠 好 来 接下来再来看 利息股息红利索得 那在算的时候呢 原来税索得额没有任何扣除 直接是全额乘以20% 来进行税额的计算 另外这里会涉及到重要的税收优惠 来看 第一个 国债利息 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储蓄存款利息 这都是免税的 这个是利息性质的免税规定 这是利息免税 然后铁路债券利息是减败征收的 这两个都是利息啊 针对利息来说 有这两个重要的税收优惠 然后针对股息呢 对于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息红利 是差别化的股息红利政策 如果持有时间 小于等于一个月 全额征税 大于一个月 但是小于等于一年 是减败征收 如果是超过一年的话 是再免征税 大家在记的时候呢 差别化的股息红利政策 你容易记住 对吧 差别化这块你容易记住 你也知道它分成了三段 那一段是全额征 一段减败征 一段是全部免 你知道分成这三段 你容易混的呢 是这些临界点 所以临界点的记忆呢 需要大家记住是 左开右臂的一个区间 左开右臂的一个区间 什么意思 第一段就是零到一个月 你看这一个月 是包含在内的啊 它是全额征税的 第二段是一个月到一年 然后这是减按50%的 就不包括一个月 包含一年 然后第三段是一年 一年以上嘛 一年到正无穷 然后这段呢 应该是免了 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是你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去达到股息红利 是差别化的股息红利政策 那如果持有的是 非上市公司股权 你收到的一些分红款呢 那就应该照常征税了 好 这个是这条规定 然后另外再来看第四个 股份制公司用股票 一价形成的资本公司 转增股本的话 我们说这是你的钱 用你的钱 这个资本公司呢 转成了市售资本 都是你的钱 所以是不用征税的 但是除了这种形式之外的 其他形式的 转增股本 比如说资本公司 盈余公司 为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那你就需要照常征税了 好 接下来去思考 照常征税 那你是应该按照 转增的金额 乘以20%来征吗 不一定 对不对 我们要看 是不是上市公司 如果说这个公司 它是上市公司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 试用差别化的 股息红利政策呀 对吧 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 你还要看持有时间啊 你可以试用 差别化的股息红利政策 那如果是非上市公司的话 你直接呢 再按照转增的金额 乘以20% 注意后面这一步 怎么来算啊 我们要分解主体的类型来说了 好 第四个 偶然所得 偶然所得 如果说你买的是 社会福利彩票 体育彩票的话 中奖金额不超过1万 不超过1万 是小于等于1万的话 是免的 如果超过1万 你注意就全额征税了 全额征税 如果说你买一个彩票 中了1万2 那你交的钱呢 应该是1万2乘以20% 这个是对于偶然所得来说 需要大家注意的重要的税收优惠 接下来再来看核心考点 8是关于公益性慈善事业决赠 关于决赠这 今年教材增加了巨石扣除的内容 所以说捐赠支出关于巨石扣除的规定 今年大概率99.99%都要考 务必关注 好吧 来关于捐赠 我们系统的说一下 首先捐赠这分成三种类型 一个是不可以扣的 第二个是限额扣的 第三个是全额扣的 拿到捐赠的题目 你怎么做 首先看它的捐赠途径 看捐赠途径 如果是直接捐赠的话 那应该是一分都不能扣的 直接捐赠是不可以扣除的 好 那如果是间接捐赠呢 所谓的间接 你肯定是通过人民政府 社会团体这种进行的捐赠 我们接下来再分情况了 间接捐赠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巨石 第二个是限额 好 巨石的情形少 需要大家记住 你看是哪些情形 用于红十字事业 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 还有非盈利性老年机构 还有教育事业 还有给这些科研机构 高等学校的捐赠 地震灾区啊 新冠疫情啊 这些捐赠 对吧 这里面 你靠常识呢 很多能够判断出来 需要提示一点 一点 对于教育事业的捐赠 对于农村义务 教育的捐赠 只要是用于教育 教育的 都是巨石的 所有的用于教育的捐赠 都是巨石扣除的 就提醒这一点就行了 然后第二个呢 你题目中看见了 什么什么基金会 就通过这种基金会 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 那也是巨石扣除的 这是巨石扣除的情形 请大家这块呢 准确记忆 好 那如果说 不是用于这些地区的捐赠 你是通过这种间接途径 用于扶贫 济困 公益事业的捐赠 是 欠额扣除的 扣除的限额呢 是应纳税所得额的 百分之三十 或者是你捐赠住房 作为公租房的话 也是限额扣除 按照应纳税所得额的 百分之三十来进行扣除 好 那具体应纳税所得额怎么算 那我们要看你在哪扣了 对吧 这个捐赠之处呢 你可以选择在组合所的中扣 可以选择在 分类所的中扣 也可以选择在 经营所得中扣 纳税人自己选 随便你想在哪扣 就在哪扣 那如果说一个项目扣除不完的话 你可以在其他的项目 继续进行扣除 那具体 因纳税所得额怎么定 你如果是综合所得的话 那我就看你 到底是 预扣预缴角的时候扣 还是会算清缴 对吧 还是跟专项附加扣除的规定一样 如果你选择从工资 薪金所得中扣 那预扣预缴角的时候 是可以进行扣除的 会算清缴的时候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选择从 老搞特这三项中进行扣除的话 那预扣预缴角的时候就不能扣了 只能会算清缴的时候进行扣除 就放到综合所得中进行 公益性捐赠支出的扣除了 所以说 你如果是会算清缴的扣 那就是全年应拿税所得额乘一百分之三十 你如果是预扣预缴角的时候扣 那就是工资薪金累计应拿税所得额乘一百分之三十 就这么来算 对于经营所得来说呢 你可以预缴的时候扣 也可以汇算清缴的时候扣 对于分类所得 在取得的当月 按照应拿税所得额乘一百分之三十 来计算限额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是捐赠支出金额的确定 就是你到底捐了多少呢 如果捐的是钱的话就直接看钱 如果捐的是非货币性资产的话 这有两个特殊的一个是房子 一个是股权 看的是原值 房子和股权看原值 剩下的看的都是广运价值市场价格 好 接下来扣除项目呢 我们刚刚都已经说完了 顺序也已经说完了 然后最后呢就是关于它的计算 计算这 在算的时候一定是扣完了捐赠支出 扣完了之后的数 你再去找对应的税率表去 就可以了啊 那这呢通过做题我们练习一下 就可以来看题目 是下列关于个体工商户 公益性捐资支出 税前扣除的表述中 符合规定的有哪一个 A 经营所的如果采取合定征收方式 不能扣除公益性捐资支出 对吗 对的 公益性捐资支出 只能采取查账征收方式的企业扣除 合定征收不能扣啊 A是对的 B 可以在经营所的预角时扣除 对没问题 相关票据至少保存五年 作为一个额外的补充的细小知识点 进行掌握就可以 来下面D选项 如果在经营所的中扣 只能会算轻角 不对 预角的时候也可以扣 这是34题 来看 44题 这个参考性就更强了啊 问你哪个可以据实扣 A 通过县政府对目标脱贫地区的捐赠 刚才有说嘛目标脱贫 没有吧 我们说的对于扶贫事业的捐赠 用于扶贫的用于计困的是什么 限额扣除的 对不对 所以A不选啊 A是错的 B 用于教育事业的 它是居实C 基金会对居实D 高等学校用于研发的捐赠 没问题 那这道题选出来了 选BCD 对吧 但是看到这 有同学 混了 为什么选A呢 目标脱贫呢 跟企业所的税混了 所以我们在这呢 总结一下 起税的规定 来看起税 关于 公益事业 关于捐赠支出 我们是怎样规定的 在做题的时候 起税还是上来呢 先看捐赠途径 对吧 如果是直接捐赠 不可扣 如果是间接捐赠 要分情况了 好 间接捐赠呢 分什么情况 如果说用于目标脱贫地区的话 它是居实的 其他的公益事业的捐赠呢 其他公益性质的捐赠 那它是限额的 对吧 扣除限额呢 应该是用利润总额的多少来算 12% 这是起税 好 那个税呢 个税首先直接捐赠 还是不可扣的 然后间接捐赠呢 它具实扣除的情形啊 就很多了 你能想起来哪个 青少年活动场所的 对 飞行力性老年服务机构的 是 红十字会的 是 然后呢 教育事业的 或者是给这种科研机构 高等学校的 这种用于研发的一些捐赠 对吧 用于科研的 我这写上 还有地震灾区的 这些都是居实的 还有各个基金会的 除此之外 其他的 扶贫的 就困的 它是限额扣除 扣除限额是多少 扣除限额是 应纳税所得额的 30% 对吧 好 这里一定要总结好啊 在起税这儿 做起税的题目 你要看题目中有没有出现目标脱贫四个字 出现了 那就是巨石扣 没有出现 如果它只是说 用于贫困地区的捐赠 那应该是限额扣 对吧 它只有这一种巨石扣除的情形 好 但是在个税这儿呢 它的情形就多一些了 这是这两个的区别 那说到这儿 我们把增值税 也跟大家稍微的提一嘴 听一下啊 增值税这里 你如果是捐赠货物的话 向目标脱贫地区捐赠货物 我们是免征增值税的 这儿有捐赠途径的要求吗 注意没有啊 这是没有捐赠途径的要求的 它就是 只要你是用于目标脱贫地区的捐赠 都是免征增值税的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关于捐赠这块 我们就给大家总结完了 来 接下来再来看核心考铁九 关于税收优惠 这个税收优惠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给你总结上了啊 但是还是我上课 之前强调重点 来看第一个 津贴补助 社保退休这儿 需要注意 这些福利费 扶须金 救济金 这都是因为你特别的困难 对于相当于困难群体的一个补助 救助 这个是免税的 如果你公司发的那个福利费 那个就不是了啊 公司给你点补助吧 给你点这个 交通补助吧 给你点这个 餐饮补助吧 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要正常的征税 按照公司薪金所得 注意做一个区分 好 接下来保险证 注意保险赔款 免税 来 奖金 看见题目中 如果这个人拿到了一笔奖金 你一定要看这个奖金 它是因为什么取得的 如果是因为 各种协查 违法犯罪活动取得的 一律免税 如果是其他的奖金 你看是省部军以上单位 用于 科教级文位体环方面的奖金 就给你发的这方面的奖金 是免的 注意的是这个 级别的一个限制啊 那如果说你们单位给你发的奖金 免不免 因为你工作优秀给你发的奖金 不免 属于工资薪金 按照工资薪金来交税 如果是高校教授 高校给他发的奖金呢 他也得按照工资薪金来交税 来注意这个级别的限制 好 来 税税一会 我们就通过做题练习一下就好了 来看 这道题哪个免征 退休人员在任职 征税范围的时候讲过 对吧 工资薪金 好 B 公务用车补贴收入 咱也讲过吧 按照工资薪金所得来征税 来看C 提前退休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 后面会讲到 它属于特殊事项 它有特殊的规定 它要来交税 所以C也不免 D 从破产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 这个是免的 他强调的是破产企业 你从一般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 它就不免了 这个属于你的工资薪金 但是破产企业取得的是属于免税的 好 来 再来看一道 大学教授取得的哪些免 兼职课酬 不免吧 没有 劳务报酬做的 对吧 来开B 你提取的这个住房工资金啊 还有这个基本医疗啊 这个都是免的啊 所以B 它是免的 C 股息 那股息这块呢 我们强调免税一定是 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超过一年取得的股息才是免的 对吧 这呢不足一年 错了 D 优秀教师取得的奖励 这是学校给他的 应该属于工资新进 那这个题我没有算出来了 选出来了 选B选项 好 再来看 问哪个免 A 题语彩票中奖八千块钱 免 对吧 没超过一万嘛 小于等于一万都要来免 这个小于 这个是八千块钱 小于一万 没问题 所以A是免的 选上它 B 因为协助公安机关破案取得的 因为协查违法犯罪活动取得的是免的 没有问题 C 保险赔款也是免的 对吧 D 新三百怪盘公司非原始股 非原始股的转让是免的 但是原始股的转让呢 要照常征收 所以这道题 A比C D都注意 来 再来看 利息性质的收入 哪个免 国债利息 免 没问题 储蓄存款利息 免 也没问题 公司企业债券利息 免吗 没有 你买企业债可没有免的规定 C是照常征收的 信用税率是多少 20% 好 D 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它是免的 没问题 对吧 那这道题我们又做出来了 好 那通过这道题呢 利息这块 你在哪见过 利息的税收优惠 在增值税里有 在企业所得税里有 在个人所得税里还有 所以关于利息这块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增值税 起税 个税 这三个一起做一个总结 来 首先说国债 国债利息 增值税免不免 免 没有问题 好 起税呢 延免 割税 延免 这是国债利息收入 好 再来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 地方债 你去想 这三个 是不是都是免的 对吧 都是免的 没问题啊 我写到这吧 写到中间了 好 再来 企业债券利息呢 企业债债 这三个都是征收的 对吧 没有免的 好 这三个都是征的 再来 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刚才 个税里有免税的税收优惠 说过了 增值税和起税呢 他俩没有啊 他俩要征收 好 再来 铁路债券利息 什么规定 个税是减半 起税也是减半 对吧 这两个都是减半征收 好 那增值税呢 增值税 他应该正常征收啊 他们有减半的规定 好 我们把这些涉及到利息的税收优惠呢 在这儿给大家做了一个统一的总结 把这个表下去之后 大家在总结的时候呢 你给它可以写的更详细一些 画个表格 画个表格 画个表格进行总结 不容易乱 我这就没有给大家画线了 就这儿 再画个线就好了 好 那关于利息我们就总结到这儿 来 接下来再来看核心考点时 关于特殊问题的处理 这些特殊的项目呢 他可能在计算问答题里 给你出现这么一小问 让你算应该缴纳多少 个税 来看第一个 因为任职受雇取得的所得 全年一次性奖金 解除劳务合同 停前税退休 还有股权激励 首先全年一次性奖金 经常考 经常考 他可以选择单独积税 也可以选择并入工资薪金 综合所得 这个进行合并积税都可以 考试的时候你注意看 题目中要求你怎么算啊 如果说是并入到综合所得一起积税 那跟全年应纳税额的计算 就是综合所得 全年应纳税额计算 汇算清缴的规定 一样了 没什么说的 然后单独算的时候呢 这个规定 你要知道 我们首先呢 得用一次性奖金的金额 除以12去找税率 好 找税率的时候 既然你除了12 那么你就应该是用月度表 好 找完税率和速算扣除之后 全额算税额 这就是对于全年一次性奖金来说 月度表找税率 全额算税额 好 第二个 第二个是解除劳的合同 我们拿到的一些辞退补偿金 你看你从哪拿的 如果是从破产企业拿的 还是免税的 破产企业拿到的一次性安置费是免的 然后如果是从其他的企业拿到的 我们要看一下 拿的金额跟社会上年平均公司的三倍比较 如果说没有超过上年社评的三倍 那就免了 如果超过的话 超过的部分 在全额去找七级超额累金税率年度表去 直接算税额就可以 好 一会我们有提啊 我们先来把规定的回顾一下 好 来下面提前退休 提前退休应该交多少个税 你就记住 按年算税额就行 把你总共收到的提前退休取得的补贴 除以提前退休的年份数 看你一年拿到的钱是多少 然后再减去六万 因为在提前退休的 接下来的这几年 每年也是要车拉沙的对吧 所以这基本减除费用也是要减除的 减完了之后 你再去找年度表去算税额 好 算完了之后 这是一年的税 再乘以提前退休的年度年份数就可以了 这个是提前退休 好 下面股票期权 股票期间首先授予的时候是不征税的 等你实际行权的时候 你拿到了这个股权 实在的股权再来征税 应大税所得额就是你少支付的金额 那就是行权日 这个股票的公允价格减去你的行权价 再乘以你的股权激利益的份数 注意看的是行权日的股票的公允价格 看的不是授予日 这是第一个在确定应大税所得额的时候 第二个 我们说股权激利如果说同一个年度 你多次行权 那我们算税额的时候要合并计算 合并算税额 第三个 行完全之后 接下来再转让的话 怎么办 你接下来再转让 你就按照转让股票的规定再走就行了 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怎么办 转让上市公司股票 免税对吧 如果是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的话 那就是应该按照财产转让所得来征税了 这个是股票积权 正常的这个流程怎么来算税 好 还有一个不太正常的 如果说在行权日之前转让的话 那就应该以转让净收入 按照工资薪金所得来征税 行权日之前 因为你还没有取得这个股票 或股权的所有权 你不能走财产转让所得 但是这个股权你为啥会进行转让 你为啥会有这个净流入的 是因为你在公司任职受雇 公司给你的跟工资薪金有关系 所以按照工资薪金所得来征税 这是股权激励 那最后我们算税的时候呢 找的也是年度表 好来接下来企业年纪 职业年纪 首先消费的时候呢 单位交的部分 企业年纪职业年纪呢 都会单位交一部分 个人交一部分 单位给你交的部分 进入到个人账户的时候 是不纳税的 不缴纳的 个人交的这部分呢 我们是可以扣的对吧 不超过个人工资 缴费基数4%的部分可以扣 我们在哪扣的 我们在算综合所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放到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处里进行扣处 对吧 是放到其他扣处里 扣处 好 这个是缴费的时候 这前两个 限额内的 都不缴税 然后超标的部分呢 超标的部分 你就要纳入到工资 薪金所得来征税了 然后接下来 在运营的过程中 产生投资收益 是不用缴税的 最后在领取的时候 领取的时候 就要来纳税了 单独纳税 按照工资 薪金所得 单独来缴税 也就是说 他不会跟你其他的一些工资 薪金性质的收入 合并寄税 比如说你退休了 你又再任职了 你再任职的话 你在新单位 是不是要按照工资 薪金所得扔税 对吧 没问题 好 那同时呢 你又领了退休金 而不是领了退休金 同时呢 你又领了这部分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 那你领的时候呢 不要病啊 不要跟其他的工资 薪金性质收入病 他单独计税就可以了 好 单独计 到底怎么来计税 你看你的领取方式 如果按月领期 适用月度表 按你领取 适用年度表 下面这个也重要 下面这个也重要 如果是因为你出境定居 而一次性领取 或者是说 死亡后受益人 一次性领取的话 适用的是年度表 除此之外 其他的一次性领取的话 适用的是月度表 领取的时候 适用什么表 需要大家注意 好 那接下来 第三个是对外投资的 一些特殊规定 第一个 个人从证券投资基金 取得的所得 取得所得要不要交税 如果是个人买卖基金单位 获得的差价收入 他比照的是个人 我们买卖股票 取得的这个所得 免税 跟着这个规定走的 好 那如果是从基金分配中 取得的各项收入呢 你看这三个 都是说从基金分配中 取得的收入 到底要不要交税 其实他好 你就穿透 穿透到他的底层资产 相当于说 你看你到底分的这个钱 是因为你投资了 债券取得的 还是说投资了股票 还是说投资了 其他的一些储蓄存款 看他的底层资产 根据底层资产的性质 来决定你这笔分配收入 要不要来交税 你比如说是获得的 国债利息的收入 或者是储蓄利息 买卖股票的差价收入 他们都是免税的 对吧 所以基金分配 分得了这三个性质的收入 是赞不征收 购税 好 你如果分配的是 股息红利收入 怎么办 股息红利收入 是用股息 利息股息红利的规定来走 是用20%的规定 看到这儿有同学说了 那这个 万一是上市公司的呢 有没有差别化的 股息红利政策 没有 注意 差别化的 只适用于你个人投资 公开市场上 上市公司股票 取得的股息红利 即适用于这种情况 你通过买基金 这个基金在 投资上市公司股票 你从基金分配的 上市公司的分红 是没有享受 差别化股息红利待遇的 这个直接按照20%来证 那如果是这个 企业债券呢 还是20% 如果是企业债券的 差价所得 是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来进行征收的 你看最后一个 就是转让企业债券的差价 就是财产转让所得 对吧 所以说是进行穿透 看它的底层资产就可以了 看它的具体的 收入的性质就可以 好来下面 护港通深港通 护港通深港通 首先我们直接说结论 它的规定 如果是转让的话 不管是内地投资者 买港股 还是说 香港投资者买A股 转让所得 都是免税的 然后如果取得的是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取得的是股息红利的话 都是要征税 对于内地投资者来说 征税市有的税率是20% 没有税收优惠 按照一般的规定来走 都是20% 好对于香港投资者来说 它是10% 这个规定呢 就是说香港投资者 不管你是香港的企业投资者 还是个人投资者 你买A股 取得的股息红利的性质 都是10% 所以香港投资者 个人的这个适用税率 跟香港企业投资者 适用的税率是一样的 好再接下来 再来说这个款项到底谁来扣的问题 如果是内地买港股的话 我们看如果买的是H股 那就是H股扣 如果是非H股 那就是中正登来扣 如果是香港的投资者买内地的话 那就A股上市公司来代扣代表就可以了 好吧 来继续 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人的这个政策 考试的时候 只需要记住按照投资额的70% 记得给它减除出去 从应纳税所得额中减除出去就行 减除的金额是投资额的70% 好的 那说到这儿 我们这个知识点的内容啊 其实已经说的非常多了 那前面我们很多地方提到过 有一些在计算的时候 它适用的是阅度表 有一些在计算的时候 适用的是年度表 那有一些呢 在算的时候扣除 基本减除费用有一些不扣 那现在我们就总结一下 对于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 到底什么时候适用年度表 什么时候适用阅度表 我们就总结适用阅度表的情形 好吧 因为阅度表的适用情形呢 比较少 比较特殊 你能想起来有哪个 第一个 对 非居民企业 非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 他如果取得的是 工资新建了 欧包筹搞筹特选 水平费 取得这四项所得的话 不管哪一项 都应该分别核算 而且分别找阅度表来算税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 第二个咱们讲到的时候 就是在讲企业年金的时候 对吧 如果是按月 或者是按季 领取年金的话 适用的也是阅度表 好 第三个 阅度表 也是常考的 全年一次性奖金 对 全年一次性奖金 在找适用税率的时候 找的是阅度表 找税率 算税额的时候呢 全额算税额 对吧 这三个 是用阅度表的情形啊 需要大家背过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 在算应难税所得额的时候 有些情况下呢 是能够减除 基本减除费用的 有些不能 我们看什么情况下 能减除 这个减除呢 包含两种情况 一个是直接 按照六万亿年来进行减除 第二个 是按照五千块钱一个月 来进行减除 五千块钱一个月 乘以月份数 来进行减除 我们来看 哪些会设计到 第一个 你想到的肯定是居民个人 综合所得算全年税的时候 对不对 没问题 是的 居民个人 他取得的 他取得的综合所得 全年税 要减除六万 对 接下来 第二个呢 工资信金预扣预缴 是的 第二个是对于居民个人来说 如果取得的是工资 薪金所得 那他越扣越缴的时候 是可以五千乘以对应的月份数的 对吧 五千乘以在本单位 任职收购的月份数 来进行扣除的 好 还有没有 还有 就是采用累计预扣法计算的 这些都是可以减的 对吧 累计预扣法计算的呢 一个是居民个人取得的工资 薪金所得 那还有啊 还有实习生取得的这种实习收入 还有 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 取得的佣金收入 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取得的佣金性质的收入 他是在算全年税的时候 能减六万 然后在算预扣预缴税款的时候呢 是可以减五千块钱一个月 乘以对应的 在本单位的任职收购月份数的 这是第二大类 好 那还有没有 有 对吧 那就是个人提前退休的话 个人提前退休的话 咱们不是说 给他平均到每年来算年税额 然后再乘以提前退休的年度数 就可以了 所以在算年税额的时候 每年应那税额的时候 咱们是减了六万块钱一年了 这几个 这几个几一下就行 好 来看这个题 这个是提前退休 提前退休 领的补贴是21万6 那你分摊到每一年 看看他应该交多少税 然后再乘以三不就好了吗 对吧 因为这是提前36个月退休 提前三年 那么算一下 分摊到每一年 21万6除以3 应该是72万2 好 72万2 减去一年6万的 基本减出费用 这个肯定落到第一档 乘以3% 算出了一年 应该讲到的税款 然后再乘以3 就算出了三年的 对吧 这道题的选项 就是C选项 好 再来看导体 看这道题 这个是拿到了辞退补偿 应该讲到的税款 那是在当年 在上年设评工资三倍以内的部分 免超过的部分 来是用年度表来进行征税 对吧 来看 这个李某获得的补偿金是18万 生活补助费是1万 这生活补助费跟补偿金 这都算辞退补贴 所以这19万啊 要一起来算税 当月取得正常的工资收入是1万9 然后呢 当地上年度平均工资是5万块钱 为我们1月份应该讲到的割税是多少 这个辞退补贴跟工资 要合并起来算吗 不要 辞退补贴单独算对吧 那工资呢 他也单独算 所以这两个 走两条线 分别算出来两个税额相加 才是这道题的答案 那我们看一下啊 先算这个辞退补贴 辞退补贴三倍以内的不争是免的 然后超过的财政 超过的部分呢 应该是 超过15万的部分 应该是4万对吧 所以对着4万块钱征收 4万乘以10% 减去2520 应该是1480元 所以辞退补贴应该征收1480元 然后再来看他拿到的工资 交多少税 那工资的话 你看他这是几月份拿到的 正好是1月份拿到的 那你就用1月份的收入 减去第一项 1月份的应该是5000乘以1 对吧 然后应该是减去 三写一金 减去专项付加扣除 减去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还看有没有 是不是不考虑啊 对吧 不考虑就没有了 所以减完之后呢 这个是14000 14000 找7级超过累计税率表 年度表应该适用 第一档的税率3% 3%的话是多少钱 看一下啊 3%是420 这两个一相加 最后这个题目就算出来了 应该是C选项 好 再来看一道题 这个内地投资者呢 内地投资者投资了H股股票 取得了差价所得和股西红利所得 问你个税的计证 涉及到这种护港通深港通 所有的差价所得 转让差价所得都是免征的 那你看 转让差价10%错了吧 转让差价免征对了 对吧 好 差价这块 我们先解决掉 然后接下来再说股西红利 股西红利 个人投资香港市场取得的 没有税收优惠是20% 所以再来看B和D B是10%错了 D呢 是20% 没问题 接下来再来看 谁来代扣代脚 好 那如果说你投资的是H股的话 那H股来代扣代脚 如果是非H股的话 是中正当来代扣代脚 那现在呢 投资的是H股 你应该是H股代扣代脚吧 对吧 代扣代脚 人错了 这些选项 所以这道题啊 选出来了 最后就是C答案是对的 好 那这道题我们说完了 来 接下来继续看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 哪一个是应该来交税的 那你就看这些收入 本身要不要交税就可以了 国债利息不交 存款利息不交 公司这些利息 要交 股票 加差收入 它是不交的 对吧 买卖股票是不交的 好 那这道题学完了 好 关于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 下节课我们再讲剩下的内容 谢谢大家